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团队领选教育局局长 今天结果出炉了 由政大特聘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汤志明出任 那么最了解呢 这个汤志明不只是政大附中的创校校长 他对于教学更是充满了热情 最高纪录曾经一个星期上课长达有26个小时的时间 学生还帮他取了个绰号 叫做阿唐哥 最新消息提供给您